主播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阳明交通大学新竹的校区 今天下午三点钟超委执行长苏兹峰就会来这里参加荣誉博士的颁奖典礼 那原本呢是要在礼拜一举行的 不过因为苏兹峰班级演误的关系 所以延到今天下午非常多的学生都相当的期待苏兹峰将会带来怎么样的演讲 那整场活动的举行呢会由校长亲自的来宣读这个致词 然后苏兹峰会在学生的献花之后就会来带来简短的演讲 那非常多的学生今天都特地来学校 那也有人在期待说希望苏兹峰可以针对AI来带给交大的学生不一样的启发 让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AI时代的时候可能除了本科系就是可能电子电机以外的科系 他能给这些科系以外的同学什么样的建议这样子 所以就是也需要就是这些开发AI的人 就是给我们一些方向说我们要如何精进自己 他未来的forecaster然后跟对台场的下单吧 所以他应该都只是给一些就是大家应该要开放性的拥抱 这个未来的科技 好的我们可以知道苏兹峰最次来台湾的行程是保密到家 那他前一天呢是在他下榻的文华东方酒店 举行AMD的创新日活动 邀请非常多台场供应链伙伴 包含电子五个 香售群联以及台积电等高层都现身出席 那在同一个地方呢也举行了晚宴 那苏兹峰在前一天的谈话中也提到 他认为AI产业是在刚发展的阶段 未来三到五年的商机高达一千五百亿美元 他也强调说跟台厂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尤其是台积电的部分 那苏兹峰他也承诺说未来不只是CPU或是一些电脑的商品 都会加强对AI方面的投资 那AMD未来的商品呢全部都会有AI的成分 那以上呢是我们在现场为你掌握最新情形 把新镜头交换棚内